不是一个人,是一对儿,谁呢?索罗图和明珠 相信看过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朋友对他们俩并不莫得 而且说实在的,好多朋友看《康熙王朝》 感兴趣的一个是陈道明的演技 还有一个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看索罗图和明珠是怎么动的 很有意思这个 台湾,弹丸之岛,不谋之地 不如气气,虽是弹丸之岛,但也是大陆的手足啊 动不动就气,思买败家 朝廷未来省下几个小钱,竟要裁撤三番 吴三桂等人会被朝廷的种种非议给逼反了呀 所向死人诧异,你们俩向刺猬 他炸你,你炸他,怎么就撂不到一个笼子里去 但为什么今天我要把他俩一起拿出来说呢 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啊 你说这两个人如果单一个算得上纯粹的奸臣 谈不上 可是两个人在一块对立 却干了很多不利于朝廷 不利于统治的一些坏事 所以他们俩要说是奸臣的话 也是相辅相成,相克相生而存在的 如果他们俩分开你再看 每个人呢,他都算智势智能权 因为无论是索尔图还是民族,两个人都算得上大清康熙年间的重量 等于给治理天下出了不少好族意,身体力行干了不少好事 可是两个人后来出现了一些矛盾 这个矛盾直接动摇了大清统治的根基 为了自个儿的利益,所党和民党,两党之间的这种争斗 你争我多 所以康熙很聪明 一方面呢,利用他们两个之间的斗争来制衡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下级是铁板一块 上级就危险了 那么说造反就造反了 所以我们说索尔图和明珠是在康熙控制之下的健身 那么索尔图和明珠不一样 索尔图是根红苗正 而明珠呢,他的奋斗史基本是靠个人 索尔图他爸爸叫索尼 我们知道这个顺治和康熙啊 两朝年间都有四位脱骨老臣 索尼,苏格萨哈,厄比隆和奥拜 这四个人,顾名四大臣 可是当时比较豪横霸道的是奥拜 奥拜又圈地又什么的 反正广街党羽,算得上当朝一个权臣 索尼的能耐呢,不是斗不过奥拜 可是索尼这个老狐狸啊,他琢磨另外一个事 说我就是真跟奥拜斗,跟有一样啊 斗的斗不过,这另说 当朝皇上是怎么想的 他当然不是指着那时候还是不大的康熙 而是指着谁,康熙背后 哎,他这奶奶笑装皇后 我们知道这些笑装很了不起 就是康熙王朝里四金刚娃眼那个 所以索尼呢,没搞懂上面到底什么意思 向着谁,他不轻易动手 那么下面有什么矛盾呢,找到他呢 哼哼他就答应过去 各位既然来了,咱们要离一个规矩 在我的府上,只谈查到 要求不论朝政 这日就是为朝政而来的 苏克沙哈何德何能居然在办案的同时 还兼着科考的主考官 本官更信不过他 本官兼任主考官之职 也不是你敖拜凶风的 而是我们四个大臣公义的 如今要换我 好啊 说出个道道来 所忠的究竟是换得好 还是不换得好啊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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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啊 快,给老爷尽药 二位索博图极力配合 这爷俩是双黄眼的 到后来 奥拜他们一走了 老头马上进去了 父亲在病 病得还真是时候 他们都走了吗 都走了 而且索尼这个时候 很敏锐地把握住了事情的关键 他在家一装病 他就知道 当朝的孝庄皇后会求到他 如果要支撑老拜 非得借助他的力量不够 所以孝庄皇后来看病 等于其实是双方谈判过去 一谈判呢 这个索尼也很会 把这个自个儿的孙女赫舍礼 叫到跟前进场 孝庄当即拆帮 赫舍礼和康熙结婚 两家联姻成了一捆绑的 一条线上的骂着来 所以这个时候 那等于是影响到了索尼家的利益 那么康熙王朝里边呢 是写索尔图的女儿是赫舍礼 其实不是 这个赫舍礼是索尔图大哥的女儿 索尔图是他亲叔叔 所以这么的 他其实算康熙的书丈儿 不算老丈儿 就这么的索尼精神了 马上跟下不仁一临合计 帮助康熙跟孝庄 要铲除奥拜 这次赫舍礼 评奥拜这个事 其实是索尼在后边撑腰的 也就是说这一幕就看出来 索尔图这一家 这算是大清的重臣 根红苗正 所以索尔图呢 在评奥拜的时候立了大功呢 最后康熙赏赐他们 从原先礼部侍郎 就说白了 就是宣传部的一个小干事之类的 直接给提拔到国史元大学市 说白了就进了政治局了 在朝廷上下呢 他家几辈经营 就有一些很固定的人脉关系 而且康熙一朝对他也颇为倚重 这是 所以所谓都是康熙年间算数一数二的重臣 这是没有疑问的 那么跟他相比呢 明珠 明珠叫纳兰明珠 这个起家啊 应该说没有他那么底儿好 因为纳兰明珠姓什么 姓叶和纳拉 你再看他是满族 叶和纳他呢 跟爱心觉罗一家是世仇 当年诺尔哈市呢 带着爱心觉罗家族 几乎把叶和纳拉说要灭了 两家接头 其实这个倒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纳兰明珠还受点牵连 纳兰明珠呢 在顺治一朝的时候 当的官当的比较小 叫云晖史 他受什么牵连呢 这个纳兰明珠啊 是多尔滚他哥哥的姑爷 多尔滚我们知道 当年摄政王 等到顺治 接管朝纲之后呢 把多尔滚一家都给灭门了 因为多尔滚确有谋反之意 你说杀了哥哥 杀了弟弟 杀了什么侄子之类 这孤儿一个女婿万儿啊 就没杀你不错了 也不能咒用你 所以纳兰明珠 所以一度才华 官当的小 到了康熙年间 这明珠才轮到出头之日 怎么出的头呢 那时纳兰明珠有学问 大家都知道 对天下大事研究的明白 正好要学三番 就上个习耿静宗吴三桂 听三番 满朝大臣这开会 大伙都看所图 启奏皇上 平齐王公告盖世 独阵一方 如果只因诸国志 遍言妄语 就怀疑他 有猎徒封疆之心的话 那会引起 满朝的震动 皇上 所要徒所言其事 臣不议 臣不议 这时候康熙呢 也没有表示说 这所要徒这意见就不对 但康熙问 户部还有多少钱呢 有多少米粮呢 这时候明珠也跟着开会 明珠就发现 皇上是决心要学翻 皇上 以臣之见 三番者 其功不可没 其过 也不必讳言 话说白了 就是 此三番以富贵 患我大清之平安 为人臣者 得此皇恩 应当至宗 然后接下来 在执行血翻过程当中 明珠确实又出了不少好主意 因为明珠我们看 电视剧里边 经常跟索欧图唇枪舌剑 有能耐的人 他不是没能耐 没有能耐 他绝不可能 就靠查验官司 立即开马 能上到这上 所以那时候 明珠在三年以内 由原来一个云辉史 一直生的大学生 说白了 也进政治局了 跟索欧图一个级别的 同时还兼礼部士了 就跟现代话说 文化部部长 宣传部部长 这个位置 所以明珠呢 他凭着一度的才学 加上长颜观色 那么电视剧 《康熙王朝》里边 没有这么写 但是呢 却把明珠这个能力 给体现得历历尽致 就是明珠在店里边 看一个书生都要饿死了 给他口饭吃 包他吃住 五次有 五次有是后来的帝师 皇上的老师 很了不起 后来皇上微服私访 所以这一幕其实也说明 那来明珠心机很深 那么这两个人呢 后来在朝廷之上 你争我夺 因为互相之间都占据着一定的资源 就形成了所党和民党 两党之间争 那么两个人本来这种正常争斗 康熙是不管的 就说你斗 我们知道你说有点贪污腐败是好 小便在皇上手里抓随时能收拾你 说实在咱们现在有的人愿意用贪官 为什么呢 这贪官他有事啊 我说熟识你熟识你 你就得听我话 所以某些领导啊 像不像使唤这些屁股不干净的 他倒觉得使唤容易 你像过去也是海瑞当时那个嘉敬帝的时候 海瑞是两袖清风 可以说得上呢 是比较倔还硬 连皇上他都敢骂 将近皇帝要杀他吧 这等于杀了一个忠臣 你说不杀他 天天站你面前 他都敢骂你 你这个 所以有的时候皇上对于用忠臣挺头疼 反而用坚持好用 所以康熙那时候呢 所谓图明珠 你们结党因私 哎 无所谓 但是你俩互相争 我还能从中捞好处 康熙站在一个高处 驾驭两个人 来平衡两个人的关系 互相制衡 谁也别过杠 但是这俩人不光斗 还有结合的时候 你像那用姚启胜 来这个收复台湾的时候 姚启胜一进来 所谓图明珠 都怕姚启胜抢了他俩的位置 他俩都拉起手来了 这就说明 没有永久的敌人 没有永久的朋友 只有永久的利益 那后来什么时候 康熙看不下眼了呢 俩人争太大了 争到哪了 争到涉及皇权继承的问题 我们前面说所谓图 算是康熙的书账人 他哥哥的女儿 这不皇后吗 然后生的孩子 二阿哥叫印人 被康熙立为太子 那么大阿哥印氏是谁 是纳兰明慧和康熙 纳兰明慧是谁呢 是纳兰明珠的妹妹 所以太子的外公是索额同 大阿哥的舅舅是明珠 是纳兰明慧和康熙的书账人